为了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来关心最新的天气消息 相信这几天呢 北部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凉意了 不过呢 这几天影响台湾的冷空气呢 已经逐渐减弱 明天的气温又会缓慢回升了 不过到了后天呢 冷空气又再度爆到 到时候气温又开始下降 银封面还是要留意了 有短暂雨的天气状况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微星云图 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呢 云市已经逐渐冬移哦 明天呢算是一个空档 各地呢 还是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到阳光哦 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西方呢 这边有一个热带地下正在发展 不过呢 它未来形成台风的几率呢 是比较小一些 对台湾呢也没有影响的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要影响台湾的呢 就是这个北方冷高压了哦 明天呢有个空档之后 后天北方冷高压又会再度南下 影响台湾哦 当时候东北风吹过来呢 气温又会开始下降哦 而银封面呢 还是有降雨的机会 而这波冷高压呢 预估会持续影响到下周二左右 所以未来好几天呢 都会是湿湿凉凉的天气哦 请北部东半部的朋友 要多加留意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的降雨几率 明天高压东移呢 风向逐渐传为偏东风哦 所以呢北部跟东半部呢 还是有降雨的机会了 降雨几率来到70到80左右 而中南部呢 依旧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啦 而在高温上来说呢 明天高温就开始缓慢回升了 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呢 可以回升到两度左右哦 来到25到26度 而中南部呢 就是26到28度的好天气啦 而在低温上呢 清晨的低温呢 仍然是比较凉一些哦 中南部呢 因为白天高温比较高哦 早晚比较凉 所以呢早晚出门呢 一定要记得加件外套了 而其他地方呢 北部呢低温也可以来到19-20度哦 所以呢高温的工作 一定要记得做好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威乐360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